暗区给塔克夫上强度了吗 然后塔克夫做了很多改变 我建议先让子弹再飞一会儿 为什么呢 外网的观看人数 暗区要比塔克夫多很多的 虽然有调宝这个活动原因吧 塔克夫呢 确实做了很多改变 比如什么带钩的东西 可以卖跳蚤了 然后出了很多时间是卡在协教房 但是这些呢 根本原因是他并没有损失什么 只是调调数据而已 塔克夫的痛点就是 一个是作弊的 一个是服务器 等待时间太久 这两个都需要人力物理 一个是需要花钱加服务器 请想看看后边塔克夫 到底会不会为玩家割块肉 说回游戏 这局是三个人组队 扎针直奔别墅区 我一个人在这里 基本上摸完就跑 基本上会被人嘎掉的 但是三个人就不一样了 所以这游戏还是要组队玩 组队玩有体验呀 一个人就是太刺激了 回头给你们看看 一个人到底有多刺激 上来把AA搞掉 把棉帽摸一下 这时候队友说了 侧边有人 先不管了 先把棉帽给摸了 主要别墅区其实有四个白眼枪的 队友爆点了 我们把白眼枪一摸 钥匙房没带钥匙 直接去另外一边抓人了 另外一边人直接跑掉了 他一听到里边很多人 直接就溜了 这就是组队的好处 如果我是一个人在里边摸棉帽的话 可能就被人遛了 或者被人冲了 这些人车了以后往北边走了 感觉去中庭了 他们打AA了 一路追过来 原来在小型工厂 在里边打得好凶呀 我去小型工厂那边看一眼 什么情况 队友去把里边的保险箱先摸了 我去小型工厂看一眼 小型工厂也是有两个保险箱的 一个棉宝 一个需要钥匙 里边也挺肥的 看到一个脑袋 在晃 掉了 跟队友抱一下 打这一个 我打这一个 刚才看他的对枪位置 应该是右侧有人的 里边打得好凶啊 三个人直奔右侧 里边还在打 这个悬空厂应该是三个门 从右侧过去吧 右侧门这边 刚才打得很激烈 如果我现在是一个毒狼 肯定不敢靠近的 在演出拿镜子看一看 瞄一瞄 在下尸体 人很多里边 什么时候里边人很多 外围躺了好几个尸体 外边两个尸体 你们马上是不是有人啊 我躲一下 节奏是里边一个 外围一个 屋里他这边有两个人 打两枪 队友准备丢雷 还开门 炸掉一个 屋里炸死一个 还有屋里还有屋里还有 里边应该不是男团 就是玩家太多了 这个地方应该是不刷男团的 打完鞋往右边拉一拉 看看在这个反托 能不能下到收发室里的人 有人跳出来了 正好掉了 截了一枪头 想玩 哗的 跳起来打我队友 还追出来了 我打点药我进去 查了一下表面没什么人了 但是地下没查 对地下不熟 怕去地下被人嘎掉 这个时候有一次的事情来了 你们肯定遇到过 队友把我的脚步听成敌着了 这种事情在组队的时候 是不是你们都遇到过 第一个人身上捡了把95 第二个人是一把AKM AKM听说不好用 把镜子摘了 包里有一个紫奏品 不值钱 感觉不出大天的话 基本上赚不了几个钱 有声音 我那50万的弹箭丢了 刚才打第一个人的时候 有人踩铁 果然是里边还有人的 可能从地下上来的 也可能是从外围过来了 对手赶紧去找人 他们来到刚刚那个位置 在缺口后边 坏消息 对手被做掉了 为什么是坏消息 因为好消息 如果打赢的话 可以舔队友的包 直接往右侧拉 门口这些包已经被队友舔过了 哇 门口赶了好多人 余光扫到了 但是注意力还是在屏幕中间 看这个人在哪 好像是打头了 出了 对 就是一个 对手说了 就他一个 赶紧过去舔下这个人的包 这人又回来 还只把我杀了 一把MPX 四季甲 四季套 包里还有点东西 挺值钱的 应该是从地下摸完以后上来的 然后一直不知道在哪个地方猫着 最后打了半天就剩他一个了 找到机会打了我个队友 你把包舔吧 他包里好像东西还挺多了 他 这哥188C是谁的呀 开始准备舔队友的包 先刮分东西 先拿个手枪 18C不知道是谁的 不是不是我的 看一下远处 你需要带什么东西吗 没人 哦 不用带 队友嘎掉了 为队友做点什么吧 你还喝吗 我这里还有 我先喝一瓶 庆祝一下 赶个杯 哦 你有是吧 喝了 我喝了 里面还在踩铁 如果队友不嘎的话 只能说小肥 如果队友嘎的话 只能说确实挺肥的 这集就开开心心的撤离 队友嘎了以后 你就可以肥肥的撤离 这个事情很重要 但是不要记在小本子上